哈喽大家好,我是妖姬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男孩遭遇车祸不幸身亡 同学们却仍能说到他的短信 后来他的灵魂又救了全班同学的诡异故事 龟田、家腾和吉泽 既是好朋友又是同班同学 这一天他们相约来到公园里 准备拍摄一组DV 这也是老师留下的作业 可拍摄中途 家腾无意间提起龟田小时候拉裤子的糗事 本想着只是开个玩笑 谁知龟田却觉得很没面子 两个人随机起了争执 都是血气放钢的小伙 一时间谁也不肯让步 争吵中家腾直接脱口而出 我诅咒你出门被车撞死 殊不知此时 掉在地上的摄影机 把他们吵杂的荧幕拍了下来 最后三个人的DV只拍了一半 就不欢而散 第二天到了学校 老师让同学们上台展示他们拍摄的DV 可归田到现在还没有来 无奈家腾和吉泽只好先硬着头皮上台 展示只拍了一半的DV 这一时老师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趁他出去接电话的机会 家腾赶紧给归田发信息 问他什么时候才能到 可归田灰心说 他早就到了 这让家腾很是疑惑 教室里根本没有看到他呀 随后老师一脸悲伤的回到教室 他告诉同学们 归田在来学校的路上出了车祸 已经去世了 听到这个消息后 家腾顿时吓了一跳 可刚才收到的信息是怎么回事 就在同学们准备离开教室的时候 投影仪突然自动播放其视频 正是家腾和归田发生争执的一幕 当同学们听到家腾的诅咒时 纷纷扭头看向了他 眼神里全是震惊 到了晚上 他们又来参加归田的葬礼 家腾这时接到老妈打来的电话 可出去接通时 里面却没有任何声音 正疑惑着 手机再次收到归田的信息 打开后竟是一张归田的遗像 另外还有一个死字 看到这个 家腾心里产生了恐惧 担心归田会回来找自己报仇 于是他决定明天去寺庙击倒 回家的路上 级泽贴心地安慰他 放心吧 咱们三个是好朋友 他不会报复你的 如果真的要报复 那就让他来找我好了 我替你赎罪 说完后两个人就各自回家了 然而级泽刚走到家门口 突然听到背后有人叫他 扭过头却什么也没有看到 这让他有点害怕 于是赶紧从包里拿出钥匙开门 却又不小心把钥匙吊在地上 可他正要弯腰去捡 一只手的黑影突然伸过来 级泽顿时吓得半死 毕竟一看 黑影又诡异地消失了 他不敢再停留 立即捡起钥匙想要把门打开 可越是着急越打不开 就在这时 他隐约感激到旁边有个黑影 慢慢朝他走过来 惊恐的急则吓得一声惨叫 此时加藤已经回到家 他询问老妈 如果有人被诅咒了会怎样 没想到老妈告诉他 被诅咒的人会死得很惨 但发起诅咒的人将会死得更惨 听到这话 加藤更加害怕了 可他并不敢把实情说出来 等到老妈离开后 加藤坐在床上发愣 完全没有注意到房间的角落 此时贵田的鬼魂就站在那里 到了第二天 加藤一直打不通急则的电话 他就一个人去了寺庙祈福 想请求贵田的原谅 随后他就回了学校 但刚进教室他就发现 同学们正用异样的眼神盯着自己 难道他们发现了什么 这一时一个同学 突然拿出手机质问加藤 是不是你把贵田的微博头像 换成了他的遗照 这样做简直太过分了 可加藤还没有来得及辩解 他的手机响了起来 是吉泽打来的 然而接通后 里面却是一个女人哭泣的声音 原来是吉泽的老妈 他告诉加藤 昨天晚上吉泽发生了意外 被人发现时 他正躺在家门口的马路中间 现在还在医院昏迷不醒 听到这个消息后 加藤想起了吉泽昨晚说的话 难道贵田真的去找他复仇了 想到这里 他赶紧挂掉电话返回教室 可奇怪的是 教室里竟然变得空无一人 但黑板上却写着一句话 去计算机教室 无奈加藤又来到计算机教室 此时老师正在安排 明天野营的事情 加藤坐回自己的座位上 他越想越害怕 贵田的微博头像是谁换的 几次突然发生意外 又是怎么回事 随后加藤打开电脑 准备删掉贵田的微博好友 可这时突然收到贵田 发来的无数条信息 全是一个死字 这让加藤彻底崩溃了 就在这时 教室的电脑 全都不放弃他祖肉贵田的画面 所有人都被吓得愣在了原地 晚上回到家后 加藤蹲在床上越想越害怕 这时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 加藤赶紧询问是谁 确认是老妈后他打开房门 却没有看到老妈的身影 正疑惑着 一扭头竟然发现贵田正在面前 加藤吓得躲到床上 拼命祈求贵田原谅自己 然而贵田又突然间贴近了加藤的脸 轻恐的加藤随即发出一声惨叫 第二天醒来时 他已经被送到了医院 急着此时撤在他身边 他告诉加藤 贵田并不是回来找他们报仇的 因为就在今天早上 准备去野阳的校车 在路上和一辆货车相撞 奇怪的是 车上没有一个学生 只有司机当场死亡 因为同学们 全都被贵田的鬼魂 吓得住进了医院 是贵田用这种方式救了大家 所以您 è真正是贵田用这种方式的